一块看似不起眼的矿石 能让中美在谈判桌上互相试探 让高科技产业链停摆 它就是稀土 今天咱们就来讲清楚 中美稀土之争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对未来经济和投资的影响 很多人一听稀土 第一反应是很稀有的土壤 其实它既不稀有也不是土 而是一种包含了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 这些元素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具备独特的磁 电光性能 它们能做成永磁体 能耐高温 能导电导光 所以稀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 在新能源汽车的电机 风力发电机 智能手机 芯片设备 甚至F35战机里面都离不开它 你可能每天都在使用稀土 却从来没有意识到 它们在地壳里的含量并不低 有的甚至比铜还多 但真正的难点在于 稀土分散的很零碎 想要提取必须经过很复杂 成本高昂 还带有一定污染风险的 冶炼分离过程 为什么它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呢 因为它虽然用量不大 但却是很多关键技术的必需品 比如新能源领域吧 电动车 电机里的高性能永磁体 必须用到 纽 比特这些稀土 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机里的发电系统呢 也依赖稀土磁材 电子产品 比如说像智能手机的震动马达 高清摄像头的对焦系统 需要用稀土来实现精准的控制 在军工领域 一架F35战机需要920磅稀土 一艘核潜艇需要9200磅稀土 导弹的制导系统 雷达天线同样离不开系统 简单来说呀 稀土就是芯片 新能源军工的技术命门 缺了它 整个系统可能都会停摆 而中国不仅拥有 世界上最丰富的稀土资源 还掌握着全球92%的 稀土精炼产能 这就意味着 即使你家有矿 如果不能送到中国来加工 大概率呢 就会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石头 所以稀土不仅是资源 更是一种技术和产业链的垄断 稀土产业全球最大的玩家就是中国 过去十年 中国的稀土产量 占到全球的6到7成 储量也超过了30% 更关键的是 中国不仅开采多 还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 稀土冶炼分离技术 这就像你不仅仅种了最多的菜 而且还有世界上最好的碰锐方法 除了中国 还有几个重要的稀土生产国 美国 澳大利亚 缅甸 但是真正稀缺的 不是稀土矿本身 而是稀土的加工能力 全球超过80%的稀土分离 冶炼都在中国完成 中美的稀土之争 不是今天才有的 2010年中日爆发了钓鱼岛争端 那年中国暂停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 结果日本的高科技产业 比如丰田 本田这样的汽车巨头 以及电子元件企业 几乎立刻感受到了压力 稀土价格当时像坐火箭一样飙升 全球都被惊醒了 原来中国不仅是稀土最大的生产国 还能用出口控制来影响整个产业链 这件事让美国 欧盟和日本都坐不住了 2012年他们联合把中国告上了WTO 说中国限制出口 给国内企业低价供应 那这样就违反了自由贸易的规则 2015年中国败诉了 被迫取消了出口配额制度 稀土出口量恢复了正常 但是这些国家也是心知肚明 这种资源背后是战略问题 不是普通的贸易 很多人以为这意味着稀土武器失效了 但是中国很快换了一种方式 从资源控制转型向控制技术 比如在2023年中国正式禁止 稀土分离技术的出口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挖到矿 但是想要分离出高纯度的稀土 就必须用到中国的专利技术和设备 这种技术封锁的效果 比单纯的资源禁运更长久 因为资源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替代 但是技术和产能的转移 是一个需要多年甚至十几年 才能够完成的系统工程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美国80%的稀土进口依赖中国 美国的军工库存只够支撑三到六个月 一旦断供就会影响军工生产的进度 换一句话说 这是一根随时可能被掐断的期待 时间来到2025年 中美的贸易和科技摩擦进入了新阶段 美国方面 一边对中国加征关税 一边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出口限制 中国的回应 不是直接对所有稀土全面禁运 而是采取了更加精准 更加有杀伤力的策略 今年4月 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宣布 对七种中重稀土 第一 这几个名字听起来大家有点陌生 但是他们在现实中的价值可以说是工业皇冠上的宝石 第一和特是制造高温条件下 仍能保持磁性的永磁体的必需体 嘎是核反应堆控制棒的重要材料 鲁是PET医学成像的核心元素 抗在航空航天合金当中不可替代 以用作超导材料和激光器 更重要的是这次管制不只是批不批的问题 而是用途追踪加白名单制度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出口这些材料必须申请许可证 不是你想卖就能卖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防止敏感材料被用于军事领域 结果美国的军工和高端制造业瞬间感受到了压力 举几个例子 福特和陵木因为稀土磁体短缺 被迫暂停了部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 美国的F35战机生产线 因为云南的低供应中断 被迫紧急停工了 转向消耗库存 稀土磁体的价格在政策发布后 一周之内飙涨了300% 一些欧洲的车企 甚至不得不提前锁定未来6个月的供应 这就是所谓的精准卡位 不伤害大宗低端出口 不影响普通消费品 但是却能直接掐住对手的战略动脉 面对中国的动作 美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它的第一步就是推动本土矿业的复兴 最典型的就是内华达州的MP Materials 这是美国唯一的一座大型稀土矿企 听起来很有希望 但是现实很尴尬 MP Materials的矿石 要运到中国加工再返销回美国 这一来一回成本直接增加了300% 而且供应链的命脉依旧掌握在中国手里 第二步 美国试图拉拢盟友 比如澳大利亚的Linus公司 是全球唯一一家在中国以外 拥有稀土分离能力的大型企业 但是Linus的矿石分离工艺 仍然依赖中国的专利技术和设备 换句话说 就算产地在澳大利亚 最后关键一步还是绕不开中国 此外 美国还在非洲寻找替代能源 尤其是东非和马达加斯加的一些稀土矿点 但是这些矿区开发条件很差 基础设施落后 加工能力几乎为零 更大的问题是 重稀土的分离和提纯 军事级别的稀土材料 需要99.999%的纯度 就是将近百分之百 目前只有中国能实现大规模稳定的供应 美国即使重建产业链到2027年的产能 也不足中国的5% 这就意味着 只要短时间内不掌握高纯度的重稀土分离技术 美国就无法真正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要真正建立完整的稀土供应链 还得5到10年的时间 稀土出口受限 最直接的冲击是新能源车 因为电机里的永磁体需要稀土磁材 军工行业也受到影响 尤其是精密武器雷达导弹制造系统 电子产业同样受到冲击 像芯片生产设备 光通信设备 同样需要稀土材料 这就意味着 一旦中国在稀土上收紧了 美国和他的盟友很多高端制造 都会遇到供应延迟 甚至是停产的风险 在这场博弈当中 美国也不是毫无动作 去年美国曾经试图用氦气反制中国 氦气是什么 它是芯片制造过程当中 必不可少的保护气体 尤其是在光刻 半导体冷却等环节 美国是全球重要的氦气供应国 当时美国一度放出信号 说要收紧对中国的氦气供应 但结果是 中国只用一年就破解了 第一步 尾气提害技术 中国研发团队实现了 尾气中提取氦气 纯度高达99.9998% 第二步 闭环回收体系 比亚迪等企业建立了 氦气回收再利用的系统 每年能够节省 两亿元的氦气成本 第三步 美国的氦气就滞销了 原本准备出口 中国的800万立方米氦气 由于找不到买家 只能滞销 这个回合的结果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这不是资源之争了 是技术突围之战 中美都在用最快的速度 封堵对方的卡脖子手段 从投资的角度看 稀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 在资本市场上 它是出了名的来得快 走得也快 A股上有稀土的ETF 比如稀土产业ETF 也有龙头企业 比如说北方稀土 中国稀土 国际市场上 也有跟踪稀土指数的基金 但是稀土的价格波动很大 政策影响极强 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 稀土价格经历了大幅的震荡 投机风险不小 政策是最大的变量 一旦市场发现 并非全面禁运 那价格可能会迅速回落 稀土也不是消耗品 很多企业会在高价的时候囤货 导致它的后期需求下降 所以作为投资者 如果你要参与 那要么通过分散化投资 投ETF 要么就等待相对稳定的政策窗口 这是最稳妥的 稀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 也是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资源 那你觉得 稀土会成为中国手里的终极王牌吗 在全球供应链的博弈当中 谁会先低头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想了解全球宏观趋势 和资产配置的独家内容 欢迎加入我在知识星球的苏寒思想会 我是苏寒 下期见 我发现了解决策销的独家内容 帮助于有名字 我发现了解决策销的独家内容